这个年过七勋的老人名叫王三九 此时他正痛苦的回忆着 自己儿子被人活活打死的那一幕场景 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 凶手正是自己的另两个儿子 而导致手足相残的主要原因 正是因为被大儿子领回家的一个女人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老王大儿子的离婚说起 因为被嫌弃好吃懒做 结婚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 大儿子就与第一任妻子离了婚 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不管是男方还是女方 离婚这件事都是整个村子的焦点事件 因此又好长的一段时间 王三九老两口连接都不赶上 大儿子也在离婚后就去往了外地打工 不过刚出去没几个月 大儿子就又回到了村子 而且还带回来了一个叫宁宁的女孩 那那时间的老王格外的喜欢往街上跑 老王家的老大从外面领回一个俊俏媳妇的话题 再一次成为了村里的焦点事件 可是没过几天 宁宁的父亲带着五六个绑大妖元的亲戚 就来到了老王家 这时老王才知道宁宁在他的老家已经定过了亲 因为和他家老大四妹定过的亲事也因此告吹了 在他们村里宁宁还背上了一个坏闺女的名声 为了不让儿子再次成为村里的焦点 老王把存着过冬的粮食全卖了 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戚 最终才打发走了宁宁的家人 宁宁也名正言顺的成为了王家的大儿媳 可是结婚后两位老人才发现 这个儿媳妇甚至比自己的儿子还要懒 自从进了家门 就没见过儿媳妇做过一次饭 每次都是一到饭点 两口子准时就会出现在老人的家里 考虑到自己的儿子已经离过一次婚 也为了保护这份高价换来的婚姻 两位老人尽量就忍了下来 可是时间一长 儿媳妇竟然把这一份忍让当成了理所应当 有时候饭菜做的不合口味 立马就甩脸子 甩筷子 有一次因为实在看不惯大儿媳的做法 母亲就抱怨了几句 说你看人谁家媳妇不做活 不做饭 整天张着嘴就等着吃啊 老人万没想到 就是这么一句抱怨 竟遭到了儿媳妇毫不留情的一对毒打 为了整个家庭的和谐 老人并没有把挨打的事情告诉其他两个儿子 不过也因为此事 老王就和大儿子彻底的分了家 可是一段时间过后 看着把自己视作仇人一样的大儿媳 和从那起 再也没有和自己来往的大儿子 老王对自己一时冲动做出的决定 又感到自责起来 所以老王找机会 趁着大儿子在家的时候 又再次把他们俩请到了家里吃饭 因为非家以后 大儿子就时常去外面打工 看着大儿子田地里杂草丛生 无人打理的庄稼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的老王 又主动负担起了儿子地里的农活 可是谁又能想到 也正是老王的这一次殷勤 成为了摧毁他整个家庭的元凶 转眼间就到了收休的季节 看着所有的村民们都往家里收粮食 就只有自己的大儿家地里没有人 老王一时情急 就雇人雇车的把粮食给收了 送到了自己的大儿家里 老王也难得的看到了 大儿媳脸上露出的笑容 可是仅仅半个多月过后 儿媳妇就拿着钢叉 打上了老人的家眉 原来就在儿媳妇卖粮食的时候 他才知道自己家比别人家少收了几百斤的粮食 在打听了好几个邻居后 大儿媳得出了一个结论 那就是公婆假借打理庄稼为由 私藏了他家的粮食 怒心难笑的儿媳 这才拿着钢叉 上门与公婆理论 直到看到老人狼狈的模样 两个儿子才知道 父母在大嫂那里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因为大哥外出打工了 在老人的阻止下 兄弟俩当时也并没有去找大嫂算账 可是几天以后 当老二老三陪着父母回到家 打开门的一瞬间 兄弟二人再也忍不了了 两兄弟当即就气冲冲的找到大嫂理论 不过因为老人拼命的阻拦 事情也并没有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而最终导致手足相残的事情就发生在两天以后 那一天大哥就突然出现在了老二家的眉外 随后兄弟俩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幸好父亲及时赶到 才避免了冲突的升级 看着大哥被父亲拉走 老二关上门骂骂咧咧的在屋里生命器 可是仅仅两三分钟他就听到了眉外传来了父亲哀嚎的声音 看着倒在地上的老父亲 老二钻着拳头冲上前去就跟大哥扭打在了一起 而此时看着越距越多的围观村民 大哥竟一把推开老二转身就跑回了自己家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 大哥再次跑了回来 而这一次他的手里多了一把割草用的镰刀 正在大哥用镰刀指着老二叫骂时 焚讯赶到的老三从背后一把就抱住了大哥 就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 兄弟三人扭打做了一团 最终大哥被打进了医院 几天以后在医院里不止身亡 兄弟二人也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仔细看着眼 eh 在灵猪 overhe伤可遇挡 脖子 hearts 口睺 脱子 都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